期待已久 跨越世代的巨星 现在我们要叫她一声 作家林青霞 欢迎青霞姐 青霞姐气色非常好 保持得非常棒 而且她也非常的开心 能够加入今天的剪彩阵容 她也是Katia的老朋友 好朋友 我们先请四位合照一张 谢谢 好 青霞姐的巨星风采 真的无人能及 邀请四位 三秒钟之后 剪下临着重要的一刀 为Katia台北旗舰店 正式开幕 贺彩 三 二 一 恭喜台北101 Katia旗舰店开幕成功 贺客一门 生意兴隆 销售长红 偶像 偶像 也是跨世代的偶像 现在应该有很多书迷 看着青霞姐的专栏文章 看着青霞姐的日常分享 还有集结成色的书 长大的 不管你是影迷 还是书迷 请支持永远的Superstar 传奇巨星 林青霞 还有哪边 好 差不多 右边再来一次吗 来 麻烦 青霞姐麻烦右手边 谢谢 很多人也在拍影片 或是直播吧 太感动了这一刻 好 我们赶快让青霞姐 正式地跟大家问候 说几句话 青霞姐请 跟所有的贵宾 您可以站到中间一点 我刚刚都看不到你 不知道你在哪里 我在您的后方 还好你出现了 我当你的bodyguard 别紧张 金霞姐有没有特别喜欢左脸或右脸的位置 没问题 360度 真的假的 那我们就背面来受访了 别闹了啦 来 赶快跟所有的现场贵宾媒体 还有很多线上的粉丝问候一下 各位贵宾 各位 各位媒体大家好 很高兴又来到台湾了 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很不方便出门 所以这次来跟大家见面非常开心 同时呢跟卡蒂尔来这个开幕剪彩 是非常兴奋的事情 也很荣幸 我跟他们合作了 就是说在一起 他们的盛会 基本上我都有参与 所以非常开心 谢谢 谢谢金霞姐 您刚刚提到的参与 应该是指十年前在故宫那一次的大型的展演 对不对 那时候金霞姐也特别出席 美丽依旧走到今天 转眼十年过去了 您跟卡蒂尔的情谊为什么这么深 就是说好像基本上 您也就出席卡蒂尔的活动 因为我差不多一生中很重要的时刻 都有佩戴卡蒂尔的珠宝 真的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结婚的时候 佩戴的是租链子 结婚的租链子 那么我六十岁的时候 佩戴的是卡蒂尔的冠冕 那么卡蒂尔的冠冕 我非常的欣赏 我收藏了两个 哇 就是那个皇冠对不对 很漂亮的 加冕的皇冠这样 所以本身是个藏家 也是卡蒂尔的粉丝 那我们所有人都是你的粉丝 这次您回来卡蒂尔团队雀跃不已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很雀跃 叫黄秋生 您真的太亲民了 您怎么 不是 您是我们的前辈 怎么会是您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呢 你把人家吓了一大跳 你知道吗 没有啦 因为我觉得 我如果很欣赏一个人 或者是我看到别人的长处 我最开心就是我能告诉他 我欣赏你什么地方 我希望这样带给他们一种 一种就是说鼓励啊 让他们更愿意做得更好啊 很开心啊 有信心这样子 这是我很喜欢做的事 我常常做这种事情 而且我很喜欢给人家意外的惊喜 就是给他一点 就他意料不到说这个人会出现 等于喜欢吓别人 喜乐的吓 欢喜的吓 开心的吓 而且很喜欢说好话 就是欣赏他的话 对 那来一点啊 来一点什么 给我啊 阿娇 你好两宅哦 他说我很帅两宅两宅 多谢多谢多谢 谢谢姐姐 其实今天来主持姐姐的活动 是非常紧张 因为卡蒂亚保密到家 很多贵宾都可能是这两天才知道 我也是 我觉得今天比我陪产还要紧张 真的是特别感动 尤其是姐姐那么的亲民 昨天去煮面是怎么回事 昨天我中午去一家那个小吃店 我是我最喜欢吃的小吃店 每次来都要去 那么我就觉得很喜欢脚踏实地那种感觉 看见他们那么脚踏实地做了几十年 还是这么好吃 所以我就有个冲动去跟他们一起 您真的就去煮面了 是啊 自己的面自己煮 是啊 哇 那他们要干嘛呢 他们 他们看你吃面 看你煮面 他们是做生意的老板 反而在那儿闲着 怎么会有这么亲民的巨星 请掌声鼓励一下 你应该没有看过第二个人 会自己去一个喜欢的老店 然后呢 看着看着觉得他们很踏实 自己也想体验一下 对对对 我自从写作之后 我对任何事情都很有好奇心 都很想参与一下 了解一下 明白 这个写作的人 写作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去采封一下 而且我也发觉 我觉得我对大家 就是说表现的那个亲和力 大家开心的 最开心的其实我自己 太棒了 真的跟亲爱姐聊天 真的是我们主持人一辈子的荣耀 今天真的是可以不用拿主持费了 太感动了 你不要点头 我拿珠宝 好 那姐姐 您有没有送过您的宝贝女儿 卡蒂亚的饰品 像链 戒指 手表 有啊 我有送手表 卡蒂亚的 是 有送链子 那个 小小的钻石链 是 他们很喜欢 一定的 而且平常都佩戴 全家都是卡蒂亚的粉丝就对了 可以这么说 不管您今天就这么说 谢谢亲爱姐 那我想问一下品牌的精神 您有没有从当中得到一些灵感 或者是感触 就是说 为什么您这么喜欢卡蒂亚 它有没有 有没有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这么经典的品牌 卡蒂亚最重要的就是 它很优雅 而且它很坚毅的要 这个 美下去 对 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但是它真的做得到 那么 戴上卡蒂亚 本身优雅 会感觉更加的优雅 这个 我刚好 开玩笑 对不起 我是在开玩笑的 太久没演戏了 趁机演戏 我刚刚腿都软了 我觉得我好像站在舞台剧的 那个现场的台上 看到近距离的 暗恋桃花源的感觉 所以我是 希望能够 像卡蒂亚这么样的 优雅的美下去 您做到了 真的是做到 您真的是一路优雅到底 一路到现在 还是这么的美 雍容华贵 您这一举手一头足 都是戏 所以为什么那么久不演戏了 是还没有遇到好的剧本 还是什么原因 哎呀 那个 您刚才在撒娇吗 我有点不太习惯 一个剧星跟我 哎呀 不好意思 比你看出来 没事 我特别开心 特别舒麻 这个 人生嘛 要有很多个阶段 是 那么我在四十岁 我决定四十岁以后 就要在人生 要有一个转变 不要就说老 我已经拍了二十几年戏了 我想希望有个转变 就四十岁的时候 我就结婚了 是 那么 五十岁我开始写作 然后就有不同的阶段的火花 跟成绩 火花不敢当 是尽力了 努力 对 希望在生命中能够成长 言下之意是未来 没有想要考虑任何付出的机会吗 没有考虑 那有没有考虑做点别的 比如说你要不要唱跨年 唱什么 跨年晚会啊 跨年 来台北看101烟火啊 你唱那个啊 亲亲我的爱啊 只记今朝笑 您的代表作其实不少 来台北看烟火是可以 我唱啊 唱是不行 可以啦 对水就好了嘛 还是今天唱两句呢 亲亲我的爱 请你靠我身旁 哎呀 我的声音太低了是不是 我的可以跟你不一样 您自己起一个 我不要 我求你了嘛 再一次 No thank you 好了 我们刚刚已经赚到一句了 OK 大家可以解散了 谢谢 好了 姐姐 我是想告诉您 对您的崇拜 是从各方面的 我一定要在这里呢 好好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40岁以后的青霞姐 60岁以后的青霞姐 50岁以后的青霞姐 透过身份的转换 却又得到不同的人生风景 光是这一个月 您真的是喜事不断 月初过生日 接下来香港大学 颁给他社会科学的荣誉博士 掌声鼓励一下 太了不起 还没完啊 谢谢 然后呢 你看看还有一个 出了第四本书 下个月要回来做宣传 对吗 对 第四本书 第四本书 它是一直在写 一直在笔根的 这是11月 上个月底呢 还有香港的文学双年奖 颁发给青霞姐 散文推荐奖 只有两个得主 其中一位叫做作家林青霞 恭喜青霞姐 谢谢 您得过 您可能参与过很多电影的奖项 但是得到这个文学奖 是什么感觉 这个得到这个文学奖呢 真是给我 真的是想象不到 我真的想象不到 没想过 这个 可是你有去报名 就表示有想象说 不是我报名 是出版社报名的 出版社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事 我根本不知道 那这真是意外的惊喜了 真是意外的惊喜 最后还想问一下姐姐未来的计划 因为每一年其实预料中的 预料之外的像疫情的来临 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铺陈的 您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想象 就像您刚刚讲 每个十年都有一个阶段 那下一个十年姐姐特别想做什么 我有个小小的愿望 想到那个巴黎街头 去帮人家画人像 真的啊 真的啊 就是写生 就是在路边 街头画家 街头画家 素描 素描对 可是你本身有那个功底吗 我本身是有 我有不是很大的功底 刚学没多久 但是我的新书 青霞小品里面 有我画的 这些人物素描 讲着讲着又开始打书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卡蒂亚 卡蒂亚 麻烦卡蒂亚认购一百本 喂 真的 所以姐姐您怎么会 就是真的叫做洗净千华 而且很接地气 包括刚刚讲的面 然后去街头画画 为什么特别是巴黎 我还想到 有去做一个一些公益 太好 唱精细 你还想唱精细 唱精细 真的啊 您现在要不要先 让我们先闻香一下 我很想 但是 但是我怕人家笑我 还是算了 不准笑 不准笑 没有人会笑的 来 你看大家手机都准备好 您这精细要是不唱 我算了 我还是 不要献丑吧 可能是没有掌声 各位 不要啦 不要只拿手机 青霞姐要唱精细这个事 我们不用等到七十岁 今天就在101卡蒂亚旗舰 念这么隆重的 难得一见的大事 一句就好 一句啊 我求你了 三家店是老生 江生儿来自在大街口 掌声 哇 哇 你 江生儿来自在大街口 谢谢 还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词意 谢谢姐姐 您的那个气势非凡 吓死我了 您的练的功夫还真不少 因为以前我们就知道 姐姐就是巨星 然后在戏剧界的表现 没想到 你知道你这一张嘴 张震等一下很难访了 哎呀 你这是最好的主持人 不是 你的哏太多了 我等一下张震 张震现在应该腿再软了 为什么张震出来 OK 那我就退下 谢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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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谢谢姐姐 OK 谢谢 很高兴跟你们聊天 谢谢 谢谢 最后帮大家问一题 让大家别那么操烦 您今天会在哪里煮面 我今天 我今天会来这边 参加Cocktail 晚上还待在这儿 不去煮面了 不去煮 玩那边玩久一点 我怕他们到处找您 玩久一点 好 谢谢青震姐 巨星的风采 谢谢 拜拜 需要大家的掌声喝彩 谢谢